作词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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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士兵都非常感谢你的搭救之恩 他们对你是赤胆忠信 就像刚刚那小孩说的一样 他们都信你 只有你 才能坐得好这个位置 羽默哥哥 谢谢你 你无须谢我 你就我那么多次 我应当谢谢你 你对我之恩 谢意 将永存心中 我才知道 这逆龄的意义 此物 我不可收 这送出去的东西 怎会有收回的道理 除非你答应我一件事 登位之日 我希望你为我加冕 我只不过是 阎兰山的一个妖怪头子罢了 有什么资格 为四海龙尊加冕 你有 因为你是昭兰 醉醉醉醉 醉醉醉醉 要好的朋友 我答应你 请客 殿下科皮那日 心不甘情不愿的 新娘妆美丽多了 年旦 待你穿上嫁衣 嫁给余墨哥哥时 一定更为光彩照人 到时候 一定要请我去观礼啊 不是不是 误会了误会了 我虽然名义上 是余墨的机械 但是我们私下约定好了 我就是他 忠心耿耿地跟班 他真正喜欢的 另有其人 不过不能如愿而已 你千万别误会 他未将真心告诉你 只是因为太看重你了 生怕把你给吓跑了 世间疾苦是痴情 他这般受苦 无非是想 让你永远无忧无虑 快活自在 你在说什么呀 我怎么听不懂 咱俩说的是一个余墨吗 就他平时那样 还苦情还委屈啊 殿下 及时已到 言诞恭贺四海龙尊 是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青龙族第四十八代嫡女昭蓝细出高红 养于天宫 师承正统 秉性端词 勘付重托 已仅始于成瑶 寻武圣之夜 身体无异 今测为四海之主 继任龙尊 不告天下 闲始闻之 钦此 昭蓝必夙夜惊惊 小心谨慎 只愿海宇生平 不坠红叶 可平 照顾 可以 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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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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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见农孙 愿水族永昌 风雨顺衣 于墨哥哥 和你相识一场 能有此刻 招兰别无奢求了 如今四海太平 已成为一方之主 我们也要马上起城离开了 日后若能相见 仍以挚友相称 愿你在以后的日子 早日找到 是你若珍宝之人 但你们 一切都如常所愿 一定记得 来东海做客 当然要来 我也要一起来 赵兰 你们东海百姓可爱吃瓜 我这儿有很多鲜瓜种子 品种齐全 任机选择 你见到延淡了吗 他还好吗 他很好 他现在和余末在一起 忘却了前程往事 比从前更快乐自由 他要做三界画本 第一大家的梦想 如今也一应贯制 拿着册子在凡间游历 收集素材 这正合了他当年 想要下界游玩的心愿 挺好的 你这般牵挂他 何不下界亲自看看他 好让自己安心呢 既然他忘了前程往事 可过去的种种 我一刻都未曾忘记 我没有脸在面对他 我是他姐姐 却没有保护好他 当年没做到的 如今 也没有机会再做 都过去了 除了那些过往痴缠的 胡言乱语之外 在盛德的口中 并没套出其他的线索吗 李承开启的法觉 他必然知晓 否则安渡王怎么会带一个 普通的浮沉进入宫中 而且视若珍宝一般的对待 那接下来 我们还要送他回他的室门吗 我与颜丹已经商量过了 若此人真是毒舍的话 不如且行且看 一来 可以探探他的真实目的 二来 打探出李承使用之法 若就此撇下他 万一他起了什么坏心 我们更是防不胜防 说得没错 只有千日做贼 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 反正离他口中的贺心门 也不远了 接下来 我们就且行且看 看看 他到底打的什么样的如意算盘 马上揭晓 我们先走吧 过了这个林子 便是我之前修炼术法的贺心门了 这几日相处 因为这样那样的误会 让两位公子 对我心生芥蒂 等到了师门 我一定一一细说 毕竟 相识是缘 哪怕别后再无机会重逢 圣德 也为是不希望诸位 因此误解厌恶于我 神器有异动 难道前面这片森林便是神器曾经的藏身之处 正是 昔日我正是在此林中意外拾得此神器的 李晨与此地有感应 当属正常 此地树林甚密 地势甚广 既然圣德姑娘对此地熟门熟路 不如有你在前面带路 我与炎旦殿后 这样 以防野兽突袭吗 这是自然 之前 我日日来这儿砍柴 飘水 无比熟悉 圣德 你不是说贺西门在这片森林的西面吗 你为什么要带着我们朝北边走呢 若潮汐直行 有一片沼泽极为凶险 绕北避开会更安全一些 这树木的排列并非天然生成 而是被捕成了一个九宫八卦阵 入阵心 则处罚阵法 正东为生物 西南来修门 阵心便在 停步 圣德 这怎么回事 怎会如此 当年 我就是在此处找到李晨的 愣着干嘛 砍柴啊 不砍够三人用力啊 你今日就别想回师门 这是魔族魂魄所画的八卦阵 对了 小韩金 愣着干嘛 赶紧干活啊 七玄六府 七玄六府 然会双万 圣德 你这使的什么妖法 军 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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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北魏开门 从北走 一幕 云子 多谢 圣德 你果然有问题 你到底想做什么 当然是要取你的命 抠你的心了 所以你跟我们同行的目的 便是要杀我 那教程跟裴洛呢 他们两个人离心 也是你一手所致的吗 是又如何 我借着裴洛的贪欲 一步步成为安都王 最宠爱的侧妃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我本可快活一生 可偏偏 命运让我遇见了你 可为什么你要出现 一次又一次地 毁掉我的人生 夺走我所爱的一切 与延旦也有何关系 你心爱之人 并非心悦于你 难道你要迁怒于他 你终于露出你的真正面目了 如此自私偏执 怎配得上爱 你懂爱吗 你懂什么 腾城 我所有的宠谋 都是一心为你 然而你为了他 这般践踏踏我的真心 今日 我便要亲手杀了他 然后逼着你 一口 一口吃下他的心 你简直就是一个疯子 我宁死也不会让你如愿的 我会如愿的 不仅如此 我还要施法 消除你在凡间的记忆 这样你便会彻底忘了他 与我厮守此生 这黑雾好生诡异 大家小心 昔年昭盛帝君 以礼尘将一批魔军封印至此 魔族人便化为这黑雾 吞噬入阵之人 你失了记忆忘了仙法 今日 我便要你眼睁睁 看着这两个妖精 化为石雕 而我将手握九旗龙丹 礼尘两大神器 称霸凡剑 弃玄六府 燃会双万 聚 严调黑雾 快点 我要顶不住了 你宁愿与他们一起死 你不愿护着和我在一起吗 唐舟 张远殿下给你的猪子 你赶紧吃了 你吃了就会恢复第一 所有的仙法都能够想起来了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的 要不然咱们都得死在这儿 唐舟 李晨不是可以指封烟当无邪吗 快用啊 小心 今宇 你非死不可 先修天机 无疲玄仓 小寒精 快用小寒精 先修天机 不行 上古修炼之法与今日完全不同 死尽应备 难得尽随 快 倒转运功 盛德 若能以小寒精欲入 那么必也可靠李晨 兼小寒精反育之 唐舟 听我口诀 驱动内力 操纵李晨 上身威权 弃弦六腑 燃汇双万 小寒精 怎么这么耳熟呢 怎么可能 你怎么会小寒精 先提玄仓 先提玄仓 再修天机 过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满心怨恨的 要做这一切 你俘虏我一辈子 我要让你后悔终生 你把话说清楚好不好 你刚才说了那么多什么意思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唐舟梦中的那个女子 到底是谁 唐舟之前又是谁 你肯定知道 说清楚嘛 我就是要让你困惑终生 这样 你永远也忘不了我 就这么死了 也算他恶有恶报吧 如果将尘知道这些 心里也许会释怀一些 总是胜德 故意挑拨将尘 与裴洛的关系 但究其原因 还是裴洛不愿意相信将尘 所以言谈 你也不用太苛责自己 也许这就是凡间 八苦当中的五阴赤胜之苦 色 受 想行识 蒙蔽了他的眼睛 使他造下了这么多的恶果 看来画本里写的那些 都是对的 情能够使人生 亦能使人死 情可以让人牺牲 也可以让人封魔 你梦中的那个女子到底是谁啊 她对你怨恨 你有负予她 难道 就如胜德一般吗 和她绝不一样 火德元帅 性子极为傲慢死板 若胜德在天界 真是爱慕火德的仙额 必定没少受气 所以这辈子 才如此怨毒 执着 笑什么呀 那都是前尘往事了 既然无从可解 就不要再提了 行了吧 你倒是洒脱了 现如今 她变成了石像 我们的满心一问 找何人去解 贺心门 她之前说她的尸门是贺心门 我们去问问 看看有没有什么知情人 走 来 以便请 慢走啊 客官 里边请 店家 这些都是你的 看着安排 但是有件事情 想向你打探 此处有个修炼之地 名唤贺心门 为何找不到了 公子问这个做什么 这贺心门 可不是什么好地方 你这龙宫没待几日 红尘录倒是写了好几页 你懂什么呀 你懂什么呀 人呢 有五毒之心 这个敖轩 是傲慢自私之毒 而盛德呢 是偏执 沉怒之毒 我看 就这个招兰 洒脱名是礼 顶着这么大的压力 成为了四海之主 而且 婚嫁任凭己愿 凭着自己的力量 保护了整个家园 如果有一天 我能够成为他那样就好了 那你想保护谁 嫁给谁 你一个要断情绝爱的捉妖师 你关心我一个妖干嘛 干嘛 想来我们山境做做客 是 万万都不行 不行 打听到了 怎么说 多年以前 盛德在此修炼之时 曾云知晓许多旁门术法 而且心思奸恶 被同门师姐所不喜 后来裴洛到此参拜 他便施法 加以魅惑 被封为侧妃 然后带回宫中 就在他离开的前夜 贺心门呼起大火 五十七人尽数葬身 无一幸免 真狠毒的女人 我早看她不是好人了 五十七个人 没想到如此决绝 她就是想要斩草除根 若日后 像我们一样 有追本溯源的人 便无迹可寻了 她究竟是谁 到底做过多少恶事 便像迷雾森林中的雕像一般 永远封存起来了 谁也不可知 我现在想想可真可怕 还好你会为那个 傲口的发觉 不然变成实相的就是我们了 我这一路想了很多 我想明白了 以后我不想再做你身后的跟班了 你教我修炼吧 我想变得强大起来 以后可以换我保护你 还是怜青厉害 你天资聪明 而且什么东西一学就会 你要全心修炼的话 说不定以后我做你的跟班了 那倒也是了 好嘞 干吗 不服啊 小欣 怎么了 小欣 不好 她那不是抢住了 是卡住了救人 是不是抢住了 快 喝口水了 不能喝水 她是被卡住了 来 小孩 使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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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办呀 没事吧 可急死奶奶了 谢谢姑娘 没事没事 老身带着孙儿来镇上投契 要是她有个什么万一 我也没脸活了 敢闻姑娘明慧 这相救之恩 老身必得报答 不用不用 我叫颜旦 让几位久等了 奶奶 不过是举手之劳 不用这么客气 真不用这么客气 好像啊 诸位救我宋儿一命 今日又恰巧是端午佳节 又吃武皇的习俗 老身家贫 唯有做些吃食以表谢意 这是老身家里自己养的黄鱼 极其鲜美 这自酿的熊黄酒 下了十足十的熊黄粉 又除妖驱邪之效 如今这世道妖孽作恶 继位也应当心哪 巧了 我们不就是妖邪吗 这熊黄酒鱼和妖力变弱 显出真身来 便是不想作恶 也得下晕不少人啊 老夫人 此鱼果然鲜美 您不必担心 许多妖藏于深山之中 不与人相反 再说了 有许多除妖师 行走于世 您就放心吧 这位公子怎么不下快 可是我做的吃食粗糙 不合您的口味吗 不是不是 您误会了奶奶 他这个人吧 有痛风 所以闻到鱼腥味 他就受不了 要不然这样 我替他吃两口吧 廉青难道你忘了吗 你有哮喘 不能失得鱼腥 吃一口也没关系吧 一口都不行 老身不知 姑娘和公子有此忌口 实在不好意思 哮喘痛风既吃鱼腥 这熊黄酒 倒是无需忌口 倒是无需忌口 请几位千万不要推辞 多饮一些 并非要心 应当无事 姑娘请 平日廉青不胜酒力 这酒 我来喝 自酒 自酒 甚妙 公子喜欢就好 公子行侠仗义 又如此疼爱欺倦 真是少年英雄啊 来 又来 又来 雨沫 怎么能在万人面前 如此污蔑言诞呢 她年少与你订的契约 未行大理 怎能做得了数呢 老夫人 让您见笑了 我乃卓妖天师 言诞 是我捡来的丫鬟 不是 我什么都成为你丫鬟了 我堂堂言诞 当日我 悉心教化于你 你不记得了 嗯 是 唐天师对我恩重如山 哎呦 林青你看啊 唐天师这是要棒打鸳鸯啊 不过没关系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嘛 你要是她的丫鬟的话 那我就勉勉强强 做你的管家吧 你看 如此美食 又有如此好酒 我算是无福消受了 还请 天师畅饮 你们两个我等着 没想到你们三人 如此有缘 更该畅快一醉 不管是主是仆 都是老身的恩人 来 我这熊黄酒管够 千万别客气 哎呀 我不行了 我现在是 头痛欲裂 根本就饮不了球 嗯 我也是 我 我感觉我哮喘发作了 有点恶心 我现在什么都喝不下去 我来 蛇鼠一窝 公子好酒量 老夫人 您还别说 我 这个酒啊 哎 真不错 唐舟 唐舟 嗯 让你喝净杏 没让你喝断命啊 兄弟 行不行啊您 怎么就不行了 我告诉你 我 就没醉过 可以一直喝 嗯 老夫人 再给我倒一杯 慢点 别动 我没醉 我还能喝 我告诉你啊 我能一直喝 怎么喝都喝不醉 是 你确实能一直喝 你是怎么喝都喝不醉 喝傻了吧 哎 哎 要不要 我给你这碗新酒汤 眼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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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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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境仙城仍有你一心有 你行走三界万年 抚养一世 难道心头从未有过记动 无论是在延续天宫 还是在地牙的某屋中 无论何时何地何寝 你难道没有一颗的动心吗 只算所在 无所不能 对不起 如今你是凡人 受尽凡间八苦 生老病死四苦 爱别离之苦 求不得之苦 五阴赤胜之苦 若你心亏忍不 又怎会体会到这苦呢 你已经动心了 这颗心是你欠我的 如今零应还我 你怎么可以爱上别人 你到底是谁 回来 有听思想 啊 多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主 做得好 神肖宫耳目遍及四海 要设计两个妖精和一个凡人自然不难 只是属下好奇 为何不斩草除根 此物乃是天界法宝 他已经认出 我虽得之 无法用之 我派你过去 无非就是为也那三人入局 助我成事 此局已动 你回去等待便是 是 你走啦 人就走啦 你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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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这里没有任何的亲戚 所以是他们设好的圈套 这酒里面的确有很多的熊黄粉 熊黄粉辛辣苦涩的味道非常重 所以掩盖了里面这一丝不被察觉的异香 由此可见 人家明明就是早已盯上了我们 所以想让我们出手相助 还打消我们的防备之心 明明知道咱们两个是妖 喝不了熊黄酒 顺水推舟 便让唐舟饮香 然后再找个机会 窃取她的宝物 唐舟 你是为了帮我跟余墨挡酒里晨才丢的 你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帮你给拿回来的 可客栈中没有其他的线索 凡间也有很多人使用蒙汉药 怎么差呢 我以前呢曾经看到过百草涂质 蒙汉药凡多不假 但此药当中的侠业蒲根 唯有朱翠山可知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朱翠山下的朱翠镇 既然要查蒙汉药 就应该从药材铺或者药农来查起 果然是初出失门 不懂事故的呆子 药商若是配着蒙汉药的话 那要被抓去坐牢的 自然百般抵烂已藏了 若是配药之人是暗伤 更无从查证了 那怎么查呢 看到没 这便是查线索的好地方 人生得意须尽欢 莫是金宗空对月 名字倒是很潇洒 莫非是个书院 你看 我说什么来着 果然是一点情趣都没有啊 既然是尽欢 当然是须作异生篇 进军今日欢啦 测此宴去 必是风流之地 我可不去 想什么呢 这是五房又不是青楼 风流不减 更添雅韵 此地是人流往返最频繁的地方 鱼龙混杂 也是查线索的好地方 五房里尽是女子 男女说说不亲 更坚决不去 行行行 你不亲我亲 带我一会儿变个男装 带你进去好好见识见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Zither Harp 走到你乡 回过头 为我舍一花 催眠的缘分 在暗夜里藏 情字落晚香 寂寞的堂堂 这思念的伤 一望岁月亮 洗净线成人游 你已信仰 轮转中 为此念疯长 一时泛环 人间一场落花风 平天一枝梦花中 看破红尘的眼红 你是摇摇天下 一捧秋月融 只敢潇洒 不敢浓 梦中梦中 有两人一共 与君别后衣 伤我下船已久 山海无路万幸中 雨别欢休 几时都不够 静恨微笑烟火 岸上有白首 一朝天涯熬红豆 直到人间 尽羞熬熬 时后 暗淡在开人 自首